访问的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 伊朗绝不会向美国封杀其石油出口妥协 伊朗伊斯兰革命威队也扬言 将封锁石油运输烟喉霍尔木兹海峡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并表示将对伊朗进行制裁后 两国之间的对抗不断升温 对于伊朗的表态 美国回应 美国海军与其他地区盟友 将保证海湾石油运输路线 不会受到伊朗的攻击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 将拥有120万人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定性为恐怖组织 以作为尽一切可能 向德黑兰施压和示强的战略手段之一 此外 美国官员将开始一系列外访 劝说世界各地的伙伴 支持美国加大制裁伊朗的决定 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此前对欧盟官员的话说 美国现在寻求的是让伊朗无条件投降